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2022年第24個星期 股市的概況 S&P500 3675點 整個星期又再跌多5.8% 這個已經是 整年計算最低的低位 究竟是不是低算不算低 Year today wise已經跌破了 熊市的界線 跌22.9% NASDAQ早已跌破熊市的界線 現在Year today wise 跌31% 整個星期 跌得少於S&P500 跌4.8% 去到10,798點 TSX今個星期 跌得最多 全個星期跌6.6% 去到18,930點 全年計 可能因為油股 貢獻不少 以兆 只是跌 10.8% 倫敦富士100指數 7016點 全星期跌得少 4.1% 但比起美股各方面 可能 是因為 歐洲央行 會 鑑於 債市 不斷 在債息上 不斷 架高 所以 會出一些 寶座 救亡 措施 如果某些國家 頂不住 債券 價值的跌幅 因為息口上升 所以可能會幫補一點 雖然英國 已經脫了歐 但其實有很多公司 都是在倫敦 上市 而且 YTW 因為過去幾年 都是躺平 沒什麼升 反而 雖然 首當其衝 受到俄烏戰爭的衝擊能源 對於 他的 inflation 也是最大的 負責 但是YTW 跌5% 那麼多的市場 是最帥的 香港 整個星期 比起 整個世界 算是OK 下跌3.4% 恆指 21,075 這個可能原因 中國 在清零 雖然仍然 有很多風盛的措施 跑了出來 Supply Chain 又上了一些 Manufacturer 又開工多了 同一時間 對於 互聯網 公司 都有少少的放寬 在過去兩個星期 例如 滴滴 又或者 某些公司 不再 限制 有一定程度的開放 Year to day wise 比美股好看 下跌9.9% 不過 上年是插水 今年也是插水 只不過 插得沒有其他人那麼大 日經平均指數 今個星期也跌了 6.7% 25,963 全年計 跟港股差不多 下跌 9.8% 日本 有些挺有趣的事 部份地 開關 雖然 無論是中國 香港 加拿大的朋友 仍然未有多久 去到日本旅遊 或者 就算開關的時候 可能都要再脫 如果你喜歡自由行 那麼陰功一點 日圓 下跌的 有些朋友已經開始來入定日圓 等他一開關的時候 即是衝到去 要記住一件事 因為 這個 美金 跟香港還是掛勾的 當美國不斷加息的時候 其他的貨幣都會變相 即弱 加幣也不例外 雖然加幣有油股 都已經是這麼多 國家的貨幣 支持得比較強 其次就是澳元 當你的外匯不斷下跌的時候 這樣 你賺外匯的 國際的一些企業 例如Honda Muji Unical 理論上就會比較好 因為他計算入日本的貨幣 就會賺多了 這是事實 但同一時間 如果本土的倦幣是大的時候 你就會承受到一個 Inflation的壓力 入口的東西 無論是原材料 或者是來老貨 都是 貴了 你變相 買貴了東西 同一時間 日本有個包袱 就是 很多時候 不能夠加價 雖然現在開始 陸陸續續有很多大禮小小的企業 都是不斷來 嘗試 提價 但提價的幅度 是非常 狹窄 不想驚動得太緊要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遮蓋到貨幣呢 變相日本就有一種尷尬位 賺多了 還是賺少了 我們要看看 很多企業 第2季 以及 他的outlook forecast 是怎樣 再進一步 能夠清楚一點 這個星期的債券市場 隨著聯儲局 又加多了75個basis point 是自從94年以來 加得最多的 所以 他的債券市場 雖然 一早已經預計了他 加50個basis point 至少 所以就升了一點 都是繼續取高的 3個月的TBO 升了26個basis point 去到1.62 兩年的話就升12個basis point 至於10年和30年 分別升7個basis point 和8個basis point 未去到inward 即是息差的逆轉 但是 兩年和10年 息差就收窄了 由11個basis point 已經很薄了 去到6個basis point 再窄一點 很容易會再出現inward 但之前已經有心理準備 究竟今次再inward的時候 其實這個禮拜過程當中 都已經inward了一次 然後 會不會再製造一個crisis 出來呢 未知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的 但是 信心薄弱的時候 什麼都會 但anyway 另外 右價 也是 跌了很多 跌8.3% 到110.5美元 一桶 天然氣價格 更加暴跌20% 可能是需求上 以及 預測 如果 經濟蕭條 recession 不是說美國 還是加拿大 其他國家會有recession 而美國的recession possibility 增加的時候 對於油 氣的需求 也會減低 變相來說 雖然在suprise上 仍然有個衝擊 因為俄烏戰爭 未有內匯完成 但也會令到 價格下跌 這當然是 市場的心理因素 多於實際 還未看到下跌 需求 是不見了 看看 遲些會分享的 美國 5月的recession gas station Volium 就是沒有下跌 即使 按月的價格 更加升了4% 金價 右下跌了1.7% 但在擴產資源 算是 不差的 一個 你可以說是躺平 1839元 一盎司 同價跌了6.3% 食物類 農產品類 粟米 輕微上升1.6% 但小麥 下跌3.6% 居民 烏克蘭 開始有很多麥麥 可以運出口 雖然 都要給 俄羅斯的炮火 各方面的防衛 封鎖 各方面 希望 可以舒緩 尤其是 不單止 價格 是對糧食 很有需求 又或者 非洲的國家 令到 他們 不會面臨 糧食 饑荒的危機 面臨得那麼嚴重 你完全 避免 就算 戰爭未出現之前 他已經有了 所以 很難說 100% 接著 大豆 也是下跌2.6% 同一時間 譬如糖 也下跌了1.6% 之前沒有什麼升價 其實糖不斷 都是徘徊 和輕微下跌的 trend 反而 木材 輕微上升 5.4% 之前 由高位插水 已經超過一半 現在有關小上升 這個星期 美元 隨著加息的緣故 亦上升 1.9% 對加指 都說 1.30 未來 如果加拿大 宣佈加息 不單止 50basis point 加75basis point 可能 又會有回徒 還未頂 今次 跌市 其實 你看到 現在 開始有一個 有趣的趨勢 首先 金劑 這兩個星期的跌幅 就很明顯 trigger by 第1 公佈了5月 CPI 消費物價指數 Inflation 再創新高 不是 之前4月的 見頂 8.6% 再加上 因為這個 的緣故 很明顯 聯儲局 加75basis point 就比 市場 之前預期 之前預期 是多 及急 這件事 一石擊起 淺蟲浪 就會有個 問題 究竟現在 recession 至少美國 風險 加大了 不要計算全球 有些地方 肯定 肯定有 recession 然後 當你收水的時候 當你借貸成本是高的時候 無論是樓市 又或者 企業 支出的負擔 又或者 投資 有些人去炒股票 用槓桿的 都要收水 再不要計算 當你股票跌到某一個數量的時候 which is 熊市20%的分價 那時候 有很多margin call 會出現 那些人被迫 去斬倉 令到 股市進一步下跌 在這情況下 就出現了幾個現象 首先 之前升得很高 而且 相對於 科技股 概念股 咪咪股 是 穩陣的 我們覺得 那些股 都紛紛下跌 例如 Consumer Staple 我們看到 可口可樂 白市 Porter and Gamble 這些都是十四五千牙的 穩陣股 他們 都開始回調 或者 麥當勞 這些 另外 Utinity 例如 Embridge 部分受惠能源股 或者 Power Vortus 那些 之前 升得很 勢 而且 站得很硬 現在 又 這個星期 出現了 一種回調 這個 也看到 Boring 或者 斬倉 的 Potential 或者 那些人 開始憂慮 那個 reception 同一時間 例如巴菲特那隻股票 曾經升過了350元 如果你是class B 現在又回調到270 左右的水位 跌了很多很多 你會看到 紅市 去到 第3期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種現象 究竟這個會不會是一個indicator 覺得那個市 已經回調到七七八八 接著還有第二個現象 就是這個星期 連這個 油股 航空股 酒店股 都是 大跌的 例如航空股 酒店股 你看到下半年 很明顯 很多國家 包括加拿大在內 他 就已經不用 那些人在打針 看針紙 那些人都知道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人都會 更多人會選擇 去出國旅遊 就算那個reception 那個factor 大了 變相 你可能去旅遊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稍微 吃多幾餐麥當勞 就不會吃 那麼多fine dining 但是 都不應該導致 那個跌幅 是大得那麼厲害 同一時間 以油股 更加 你說航空股 只是一個 預測 現在還沒有太多 見真章的東西 數據說是 來計 但是油股 油價升了那麼多 Demind 沒什麼跌 有sortage 而且 不單止是油價 是一陣子 Refined Margin 再到那個 Transportation Margin 剛剛拜登才出來說話 說你那些傢伙 Refined 賺取那麼多暴利 但是問題 這個是Demand Supply 你只不過 怕下台 因為reception 所以 你走出來 就淺責 同時間 寫包袋 不會reception 各方面 但是 有多少人 相信 在信心 脆弱的情況之下 所以 終期選舉 都凍過水了 在這個indicator 裡面 就更加反映 就是 很多非理性的 跌幅在當中 會不會 過分地 去憂慮 你看到整個市 是全線地下跌 的時候 雖然 其實 question 回頭 究竟IT股 是不是應該下跌那麼多 其實我也很兜服 再不要計算 樓市都開始輕微地 來下跌 那 究竟 今次的 利息的上升 Inflation的衝擊 是不是去到 08金融海嘯的級別呢 或者是 當年 科網 股爆破的級別呢 我又覺得 不是 Given the fact 現在很多的數據 無論是 就業市場 失業率 又或者 或者是 Service 或者是 Manufacturing的 Index 這些都 不是很差的 雖然現在開始有 Potential的 財源 情況 Tesla 雖然說 自己 會財10% 之後 又 減回頭 但是 例如有些 Coinbase 那些 開始說會 Cutoff 各方面 似乎 嚴重性 未至於 那麼誇張 你看回實際資料 不是那麼差 是不是之前 Overvalue 太重要呢 似乎 S&P500 的 P 都已經跌到 18 19 那些位置 又 不見得 所以 我自己仍然都覺得 是一個 Value Investor 的 雖然 基於那個 短期供求的緣故 你未必能夠 看到 究竟 什麼時候才是 見底 如果你不介意 什麼叫見底 不見底 分斷買入 都是一個 時機 這個是 之前跌破4000 的時候 都已經這麼說 現在更加 好 因為 你看回 Cryptocurrency 例如 Bitcoin 已經跌破 2萬美元 一個 Coin的 地步 那些人都會覺得 真的會不會 真是 很搞笑 Cathy Wood 和Elock Mark 之前有一個 Live Youtube 的 Discution 說到Bitcoin 將會去到10萬 但他不停跌 給你看 當然 這個也是因為 燈神 蕭先生 偉大的 加持 不斷地 讚揚 Cryptocurrency 以及 Tesla 然後他不停跌 給你看 但是 我們要注意到 一件事 Bitcoin 或者 Cryptocurrency In general 都是 沒有Base 沒有Foundation 的一件事 就算你當它是貨幣 也好 當它是商品買賣 也好 變相 是一種 有價 但是沒有值的 一件事 即是有Price 但是沒有Value 純粹是一個 供求效應 當所有人對他有信心 時 for whatever reason 都好 就會爆 但是當他沒有信心 就會爆 所以 其實 到底底在哪裏 你可以說 有些人說 跌到2萬元 已經可以撈底 跌到 可以跌破1萬 甚至可以跌到200 都沒有問題 因為 基本上 是沒有Base 但是 股票 或者整個國家的實力 各方面 的時候 就會有Base 其實你可以考慮 當然短期裏面 都是那一句 你可以根據供求 可以根據不同人的預測 作一定程度的偏差 如果偏差可以很大大意其稅 但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in long run 都會go back to 一個reasonable price 所以這個就是 我漸測一直以來 都不會投資 這個 但是 就會投資 股票 那個 原因 但是 這個當然 你做好你的study 同一時間 亦都是不斷地 修正 at the same time 你 就量力而為 這個非常之重要 有見及此 說多一點點 我自己繼續 就是入 Amex 因為我覺得 雖然 如果有 全球的reception 或者全球的growth 會 slow down 這樣 它是會在 這個 volume 虧出的 但是 如果你相信 Inflation 這樣 應該 會加上去 在price上 賺 再加上利息 賺多一點 另外 我又入了 這個 Shale 跌到50 虧出的 神經病 我 Amex 是138 左右 然後 上去 which is good 但會不會再跌 另一回事 Shale 我之前 有分享過 Energy 升到 在 Shale 60 或者 Sunkle 都去到 50 現在 事實 又套出來 還套得了 那麼多 俄烏戰爭 開始了 30天 的價位 我覺得 值得入 另外 波音 也很好笑 你可以說 他之前 Max 的貨幣 衰得很貼 同一時間 你都可以說 他 訂單 各方面 但現在Max 其實容許他 去出街 大約 一個多兩個月之前 雖然 你可以說 Order 仍然 不見得 很理想 但同一時間 更重要的一件事 俄烏戰爭 全世界 很多地方 增加 國防 開支 而波音 有四成 Business 跟國防有關 其實沒有 不合理 我會跌得那麼多 所以之後 你會看到 星期四 星期四 星期五 雖然 大市反彈 是非常乏力 因為 油股 跌下來 互相 offset 在 昨天 油股 S&P500 的板塊 跌5.6% 很厲害 雖然 全年 Eaturday 是升 31.4% 所以 亦是有 Potential 可以反彈 到60元 這樣 叫做 offset 或者 hedge 我自己 其他的股票 可以受得住 當然 你也可以說 到最後 如果全國 乃斯一起崩盤 你其實沒有 hedge 的效應 正如 過去幾天 的時候 anyway 拭目以待 這個分享 能夠幫到你 作為一個參考 大太頭規 說句 投資 涉及很多風險 你自己研究 自己買 自己負責任 非常之重要 今天說到這裡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分享 比利巴拉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